19年前到日本闯天下 意外接触了冲绳的传统乐器三线琴 透过独特优扬的乐音 仿佛可以跟天上的亲人对话 这样的原因让一个漂泊在异乡的台湾丽娜 从此爱上了她 在当地拜师学艺后 回到台湾成立工作室 还推出了个人专辑 阿公阿嬷组成的全国唯一千岁粉丝团 跟着曾建玉老师的琴声台下哼唱摇铃 十二轻快十二抒情 融合台湾元素再透过三线琴声 不管是榜村鸿 北领兮还是泪光闪闪 三线琴演奏家曾建玉 高中毕业后就到日本读书工作 九二一地震她失去亲友 偶然机会到冲绳接触三线琴 从此深深着迷 这个声音就是可以 帮我们把我们的歌声带到另外一个世界 好像我的在天国的亲人 好像已经有听到 他们好像一直在指引我走这一条路 藉由三线琴找到心灵平静 在日本拜师学艺 2005年参加日本全国比赛 连续两年勇夺新人赏和优秀赏 成为第一位获得三线琴大奖的台湾人 在冲绳学会智琴及修琴技术 回台后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教导台湾学生也推出个人专辑 新专辑推出时 还特地到北斗镇一家制造中心 为老人家表演和长辈同乐 不论是在街头表演或是像这样陪老人家欢唱弹奏 曾建玉老师希望透过音乐的传唱留下美好 忘却悲伤同时将美丽的三线琴音色在台湾发扬光大 接下来梁静彰化报道